国际年度盛事 慕尼黑安全会议登场 但是在乌俄战火之下 俄罗斯首次没有出席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则是受邀视讯演说 他把乌俄冲突比作 圣经中的大卫班导巨人格利亚 泽伦斯基还说 格利亚今年就会倒下 并强调绝对不会割地求和 但是自于大卫的乌克兰手里 弹尽圆绝 西方国家是否承诺 新的军援话没有说死 面对俄军春季进攻 迫在眉睫 乌军严阵一带 乌军搭着澳洲援助的巨腹蛇 装甲运兵车赶往巴赫姆特前线 士兵说这种战程能够抵挡 反坦克地雷非常安全 盼望西方继续援助更多关键武器 才能挡下巨人青门踏户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